看看新闻网 我们可以看到最深的水 已经积到了半米左右的深度 由于银城中路东侧 南向北的两根车道已无法通行 信号灯也被冲坏 石渡明交警赶赴现场 在路加水环路 东昌路等沿线路口 进行交通疏导 指挥车辆改道行驶 8点30分左右 自来水公司抢修人员 关闭了水管阀门 9点半被冲坏的信号灯修复 事故路段交通恢复正常